接下来是今天的新闻看板单元 带您看到更多的地方消息 首先是高雄市社会局推动的 创意圆梦公益行动的计划 其实这个计划已经有推行17年 这么久的一个时间 17年来就是帮助12岁到22岁的青少年 能够让他们来发挥创意 还有实践他们的梦想 今年一共是有150位的青少年 投入这个公益的活动 那他们就是很多的学子 其实他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到家乡 甚至有一些可能是原住民族的同学 那他们其实对故乡已经没有太多的印象 所以他们都是靠着这个计划 然后返乡靠自己的力量去回馈社会 高雄市社会局推动创意圆梦公益行动计划 17年来陪伴12岁到22岁的青少年 发挥创意世界梦想和公益服务 今年更有150位的青少年投入公益服务 像是在鹅阿辽长大的家勋 他北上念书后才体会到想家的感觉 而17岁的一展示大舞龙的族人 对云香的印象其实已经非常的模糊 但他们都是透过这个计划回到故乡 用自己的力量为地方带来贡献 好